現在透過視訊我們請到的是 台大公衛學院的副院長 陳秀熙副院長 副院長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楊老師還有各位大家好 副院長聽說您 副院長聽說您剛剛在跟行任副院長 陳其邁副院長在開會 不知道是有什麼指示嗎 沒有沒有 不是開黃毅的會 那是另外一個會議 那請教一下副院長 那您這個 其實我們一看到的新聞標題說 這個陳秀熙冒號 然後說台灣恐有7000人感染 哇 怎麼會有這麼驚人的數據 這是怎麼算出來的呢 我們會有這麼嚴重嗎 這個秀熙兄 7000人一點都不驚人 楊老師講得完全對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澄清一下 因為我們的政府是在 2月7號 中港澳禁止進來 那疫情現在因為擴展 又擴展到日本 韓國 新加坡這些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上面寫的1月15號到2月15號 中間 從除了武漢之外的中國大陸 以及其他的疫情進來的 這些旅客的民眾 他的接觸是特別重要 以及他有可能有些人已經感染 所以我是在提醒台灣的民眾 除了他們要配合政府做機家隔離 要做得好之外 他們盡量也掃到這些7億去旅遊 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這樣 那個7000個其實是已經很保守的 所以您剛剛提到的說 國人盡量避免是出國搭飛機了 最近最好就能夠比較乖一點 但是那需不需要再進一步的 拉高防疫層級 或者是提高旅遊等級呢 或甚至是讓這個國外進來到台灣的 這個禁令要提高呢 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要拉高層級 所以整個這個這個篩檢的 就是要擴大 所以這個其實我想就是說 大家已經也都在做 那只是我是覺得就是說 對於已經進來的這些 有旅遊的這些在議期旅遊 我們也要民眾也好 或者是相關的官位也好 要提高警戒 把居家隔離這些事情做得更徹底 以及這個自主管理做得更徹底 所以這個數字的估計 是在2月15號之前 當我們都還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之前 所以估計出來的一些潛在感染數 然後去提醒民眾 以及這個劫測單位 還有這個醫療相關的單位 所以那您剛剛講說提高 拉高其他國家旅遊等級的話 您是指哪一些呢 我指的就是指日本 韓國 新加坡跟泰國 因為這幾個國家 目前來講我們的旅遊量 一個月就將近快 要將近快30萬的旅遊量 所以如果在這個旅遊量下面 如果沒有清過先導欠導 以及如果說進來的時候 沒有拉高我們的這個破大警域 那麼進來 進來人屬於不是發燒的 沒有發燒的這些人 還有可能潛在就有感染的人在你 那當然就會擴展到台灣其他地區 結果可能變成社區流行感染 所以我們一直在防堵這件事情 希望大家不要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發生這樣的社區流行感染 所以現在不僅是中港 如果是從其他您剛剛所提到 這些國家回來的人 最好也是應該要居家檢疫14天 是這個意思嗎 是在這些疫情高疫情的 因為他們都已經爆發社區流行感染 是好所以現在目前政府 能不能這麼做 當然拭目以待 不過提到所謂的社區感染 目前是還沒有 那您認為其實現在是不是 國人也不需要太過於緊張跟恐慌 我認為是台灣 因為剛才楊教授也講到 就是說經過SARS 大家在醫院上面 感控上面的努力 所以我講醫院 圍堵院內感染的東西是 台灣基本上是做得到 那加護感染 如果可以再做得更徹底 那到社區的機會當然就減少 那當然這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在境外移入這個地方 就是政策的警戒性要拉高 是 好 非常謝謝副院長 剛才其實聽到 副院長似乎跟我們在座的 這個楊署長有很多的觀念 是有之一同 你還首輝會跟他打招呼 謝謝兄兄加油 謝謝副院長 謝謝 謝謝 好 這個我想社長 這剛才我們其實聽到很多 台灣當然是很努力 現在大家也希望能夠盡量的堵決 避免有任何可能的防疫破口 是不是可能還有更多 你覺得該做的 我想首先 我們看到台灣的很多醫護人員 站在第一線 大陸現在也有一些醫護人員 包括剛剛朋友講的 就是說武昌醫院 這武昌醫院是大陸第一批 去對抗新冠肺炎的一個 重點醫院 連這個醫院的院長都殉職過世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首先 必須向台灣還有大陸 堅守在第一線 堅守在第一線工作崗位 而且甚至於犧牲性命 這個無怨無悔的這些人 致上一個最高的一個敬意 其實這些醫護人員在現在來說 他就等於是軍人 軍人直接上火線來犧牲自己的生命 來保護人民這個身體的健康 這個是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 另外就是說 現在大陸非常嚴重的就是說 他的醫護人員的感染 已經高達3,019個 確診的有1,700多人 每日的致死率 根據我們報紙的報導 超過6% 當然官方的數字是2%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就必須面臨 或者說是正式一些問題 甚至於連大陸 42年來 從來沒有改過時間的兩會 就是他的人大跟政協 本來都是在2月左右召開 這一次被迫都要延期 就可見這個疫情的嚴峻 我們剛剛朋友也有講 就是說我們這個 各級學校的開學 下個禮拜就要開學了 關於這個問題 我覺得大家是不是 應該再考量一下 就是說這個時候 這個社區感染 是否已經社區感染 見仁見智 在一個邊緣地帶的時候 換句話說 我們當然是要安定民心 我們當然是要讓老百姓 警覺而不慌張 可是民眾的身體的健康的確保 學童或者是學生 跟他們的身體健康的一個確保 我們必須來做一個 非常慎重的一個考慮 所以關於開學的問題 我覺得雖然現在迫在眉睫 大概也還有五六天的時間 是不是這個政府單位 教育單位還有全民 大家一起來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貿貿然讓他這個就開學 而沒有任何的準備 是不是會造成更多的風險 這一點是我們必須考量的 另外就是說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大陸 他的這個新冠肺炎狀況 有人用這個失控來形容 我個人的看法 他不是失控 因為換成任何一個國家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怪象 比如說像印尼 有一批印尼的國民 這個回國了 下了飛機 完全不簡易 完全不簡易的理由 實在是荒腔走板 說沒有錢 說沒有錢 所以不簡易 這樣的印尼人口超過億的 億級就是好幾億人口的一個大國 他都沒有辦法控制 美國剛剛這個署長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也非常清楚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的這個流感 動輒就是死上千人 上萬人 如果說今天的川普政府 他面對的 就是說一地而處 就是大陸的新冠肺炎搬到美國 如果發生這樣的一個大流行的話 如果發生這種狀況的話 我認為川普總統不用選 他完全失去了連任的機會 就是說大陸現在在做這個事情 我認為是有些地方 雖然不是做得盡善盡美 有些地方好像也有點荒腔走板 但是他有許多地方還是值得我們參考 借鏡 但是學不學習 另外一回事 因為台灣的醫療專業 大家都自信滿滿 但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跟台灣 這一個病例數相同比例的 比如說我之前也舉過這個例子 就是西部有個大的城市叫西川 這個西陵 西陵市 西陵市 青海這個地方 他的病例數是15人 可是他非常緊張 雖然只有15個病例在西陵 可是他嚴控 所有的飲食或者是飯店 就是嚴格控制 有些地方甚至於封起來 很早就封閉是管理了 很早就封閉管理 但是我們現在要了解說 大陸跟台灣的社會型態不一樣 我們的社會型態是一個比較寬鬆的 比較開放的 我們這樣做可能會引起很多的民怨 甚至於會讓老百姓 不但警覺 而且緊張 這個也不是我們的一個初衷 但是他們的做法 他們的這種大力度 大魄力的這種做法 我們剛剛一直在談到 是不是要拉到國安層級 我個人是贊成拉到國安層級 因為只有拉到國安層級 才可以統一指揮 而且有大力度的做法去防控 萬一突破了這一個 社區感染的紅線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做到一個滴水不漏 當然滴水不漏 現在可能在科學上是缺乏論證的 基本上滴水不漏是不可能 但是至少要確保 我們2300萬人民的健康安全 這個是第一考量 我們就可以再看一看 會吃到你的 我們就可以一直在看看 我們就感覺到 那一看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為止 我們可能就要 asleep 然後可以吸進 我們就可以 感谢观看